好 那我们先来看 我们上个礼拜提到 欧洲我们说它的文化背景 同学注意看 并不是我们之前想的 这个欧洲什么都是富裕先进的 不是的 欧洲早期什么 也是宗教和政治什么 纠葛得很深 对不对 有的时候是宗教界强势 对不对 那宗教界也有弱势的时候 但是毕竟什么 他们纠葛太深 使得欧洲走到今天 同学看到 宗教界在他们的什么 日常生活中 仍然扮演了一个 非常关键性的角色 举例来讲好了 就是最近这一两天的事情 同学可能也有注意到 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提到过 天主教 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 从生到死 他世事有主张 是世事有意见 来规范什么 西方国家的老百姓嘛 或者说他们的信徒 对不对 我们上个礼拜也有举过例子 那最近这几天 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个案例 就是什么 比利时同意让一个小朋友 什么 因为他生重病嘛 对不对 就是安乐死 那当然不是说他自己说 安乐死就安乐死了 也是有一个很严格的 一个审查委员会了 因为他得的病 医生然后审查委员会 各个都认为已经无法拯救 那他真的也非常痛苦 所以就在这两天结束 他的神明 同学看到没有 教宗也跳出来指责 然后很多天主教的政党 也跳出来指责 说他们违反了什么 这下可好了 真的是什么 人权公约了 那这个就拉得太高了 那当然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就有讨论过 我们就不再细讲 那但是的确什么 我们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 宗教界对于他的 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宗教界 特别是天主教 对于他的信徒的行为规范方面呢 在今天都还是有影响力的 那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东正教 我们说东正教呢 对于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东正教影响区 也是很庞大呀 对不对 东南欧 别的不说吧 一个俄罗斯整个家进去 他就是全世界什么 影响的地理空间就很惊人了 对不对 那我们说东正教 他得以发展到今天 就是说他给大家的感觉 就是说他跟他信徒之间 还有他跟当地的 世俗政府之间的关系 比较不会紧张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老师上个礼拜就提到 就是说他比较采取一个协商的一个态度 而不是像天主教什么 这种上下 我教皇 还有主教 书籍主教 还有对于信徒 这是上下的权力关系 你要服从我 对不对 那东正教 比较不是 他也有他的教规 但是相对的什么 松散温和一些 所以他们一直维持一个什么 老师也不敢说 每一个时段都是和平的一个关系 但是最起码就说 他的宗教界 还有政治界 还有他的信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相对的没有这么紧张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当然天主教呢 对于他的信徒 在政治上呢 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过 同学注意看 我们说天主教 对于这一次欧洲的难民危机呢 他当然公开 特别是教皇 教皇公开讲说 认为什么 对于难民 应该有更人性化的处理嘛 对不对 那但是现实生活什么 同学注意看 欧洲国家的老百姓反弹那么大 当然第一 人本身都有自私性嘛 对不对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就是说欧洲各个国家 这少子化的情况呢 同学注意看啊 工业革命之后 越是工业化程度比较深的国家 因为我们知道工业化之后 大概生产力比较 基本上不是靠体力嘛 为主嘛 因为机械化的生产是靠脑力为主 对不对 所以人不再多 要再什么 聪明 够聪明 对不对 所以人不需要一大堆嘛 不需要像农业社会 不管你是聪明的 或者是不聪明的 大家都有体力可以贡献来种田嘛 对不对 那现在不需要那么多 所以工业化程度越深越早的国家呢 它的少子化的问题 比我们台湾更早就出生 而且更严重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 难民呢 这一波的难民呢 我们就事论事来讲 也就是说 以德国总理梅克尔的观点来看呢 的确 同学注意看 你们在电视上一定也看到 这难民逃亡 但是这一次的难民呢 看上去不是那种穷光蛋 对不对 都是年轻的 对不对 而且感觉上是也有什么 看起来也是受过不错教育的 在他们国家里面应该也是什么 不敢说是绝对的顶尖的精英分子 但是最起码是不是也是什么 终上的嘛 对不对 那这一些人呢 同学注意看 他来到欧洲 的确可以弥补什么 欧洲长期以来少子化的问题 看到没有 因为你缺太多的人力资源 同学注意看 那大家会讲说 那缺人力资源 慢慢培养啊 那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情 让你慢不得 什么事情 不要不想就说不知道 你们一定知道 因为这是基本人性啊 这么一大堆人来 对你来讲 那为什么排挤啊 除了工作不见得立即没有 但是什么会立即受到影响 你往这个方向想是对的 因为你的确想 哎呦我的工作会不会有 那你有工作的人你不怕 那再找工作的 甚至什么 像你们这种快要毕业 或者是刚毕业的人 还没找到工作的人 是不是就会比较焦虑啊 对不对 那还有不能等的 而且大家都很在乎的 就是什么 也是欧洲国家引以为傲的 什么 啊 对 社会福利 因为同学注意看 社会福利就牵扯到 世代之间的什么 平均发展啊 对不对 像老师这一代 就指望你们这一代有工作 缴税 给政府 对不对 那老师幸好什么 还没退休嘛 对不对 所以老师也缴税给政府嘛 那政府拿了这些税金 才能来 才能来做那么多福利啊 对不对 少子化意味着有多少人 没有人啊 就等于说 没有人缴税啊 就等于说那个年龄成 没什么人缴税啊 看到没有 就等于说欧洲赖以 自傲的什么 社会福利 也因为少子化 受到严重的冲击嘛 因为没有人啊 下面没有年轻人啊 就没人缴税啊 先不要说 你有没有工作了 没有人 董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从 那当然我们上礼拜就有提到 梅克尔的观点 从欧洲的宗教界观点来看呢 他这非常务实 非常理性 这是属于基督教 就所谓的新教教徒 才有的什么 理性的思维啊 那天主教徒 除了教宗基于什么 人道的考量 好 所以说哎呀 不能散 不能这样子对待这个难民啊 大家要对他和气一点 那和气一点是可以的 我和气一天可以 和气两天也可以 那和气久了 对不起 立即涉及到的 就是年轻人想的就业 还有各个年龄层想的什么 社会福利啊 那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什么 因为同样看到那些难民潮里面 是不是有小朋友啊 对不对 小朋友要上学 同样注意看 欧洲社会福利做的好的国家 在教育层面是不用付学费的 从小幼稚园到大学毕业 是不用缴学费的 对不对 那如果大家人权喊得满天响的话 那这些人进来了以后 他也是从小到大都不用 缴学费哦 那但是 已经在里面的这些人 他从小到大不用缴学费 是因为他的父母有缴税 有贡献 对不对 他父母已经贡献了几十年了 对不对 所以对于他们有些人来讲 你还没进你进来你还没有贡献 对不对 你就享有我们一切的社会福利啊 那当然不就是排挤我的 我的那一份是不是就要分出来给你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就等于说大家基本上还是自立的嘛 对不对 那从宗教界来讲 我们就发现什么 不同的宗教教派对于这些问题呢 就显现不同的什么概念 所以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梅克尔什么 德国总理梅克尔 陆陆续续他所领导的政党 节节败退啊 对不对 甚至这两天柏林的地方选举 他的得票率创有史以来的最低嘛 看到没有 就是大家都计较 不管这下不管是什么 基督教天主教了 大家通通什么 很计较这个什么 社会福利啊 就业机会啊 还有什么 教育机会啊 对不对 那甚至所以同学注意看嘛 为什么英国脱欧了以后 英国的年轻人非常紧张 非常焦虑 然后有办法的都逃命 逃到国外去 想办法拿别国的 所谓的别国是指欧盟里面的什么 这些国家的国籍 就是什么 别的不说好了 受教育的教育资源 奖学金 健保 各个方面 欧盟是一整套的给你的 那你现在退出了 那对不起 英国的学生以后在欧盟所有的会员国家念书 就和我们台湾的学生到欧盟国家去念书是一样的 该付什么就得付 该交什么钱就得交什么钱 一毛不少 而且同学注意看 在座如果有同学去过欧洲国家 就算还没去念书 你去从事学术交流 你就会发觉什么 他要求保险 欧盟这一层要求你保险 还有什么 你去的那个国家又要你保险 所以什么 你们会发觉我们这个免签的确很好 免签证嘛 但是一到了机场以后 有些机场什么 就叫你拿出什么 保险 你有没有投保 看到没有 因为我们不是进场 机场要进出吗 你要到 对不对 中间有的时候会 你又要转机又干嘛 会经过好多关嘛 免签就已经很好了嘛 他就不再 不再把你卡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还是可以卡你的就是什么 第一 他就问你有没有保险啊 你在我们这边停留 那你说他故意卡你吗 倒也不是 就是基于他们的社会福利 你在这边没有贡献 你不能来我们这边享用 但是人生无常 你也不敢保证说 你在我们这边不会发生什么事嘛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先投保 而且不能不能胡乱保 是我们欧盟指定的保险公司 才可以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你平常你作为一个从事学术交流者 你都必须什么 先要有能力证明 你不会去什么 享用 或者说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人生无常嘛 对不对 你如果在欧盟的地方发生了重大的灾变 完全不就你嘛 好像欧盟又变成野蛮国家 就你呢 立即的问题出来了 谁出钱 所以同学切记啊 不要动不动什么 就好像叫别人出钱 没这回事的 就你的钱也是大家缴的税 看到没有 他们那边什么 社会福利这个是他们发明的 所以他们非常清楚 一定要有税金 没有税金不用谈 对不对 所以缴税的人才可以享用 没有缴税的人对不起 自费 看到没有 那这里面 从宗教 我们上个礼拜 宗教的角度 你就可以发觉什么 他们不同的教派什么 对于很多欧洲国家的一些议题呢 他们都有非常什么 强烈的主张 所以造成什么 这宗教界在欧洲的政坛 或者是老百姓的生活中 他也什么 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观点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 做研究的时候 连罗马天主教皇讲了什么 我们都还必须要注意一下 就是因为什么 他可以影响的信徒 那这些信徒呢 又影响了他们国家的什么 又影响了他们国家的这个政治 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基本上也有提到 也就是说 这个 东正教 还有接着就是回教 有些同学注意看 从那个英文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地方就把它翻作伊斯兰 那好 那伊斯兰呢 同学注意看 我们说 他的教义呢 当然也是很深奥 我们并不必然懂 那但是呢 最起码就说 在这个宗教 对于政治上 对于老百姓的生活上呢 基本上影响还是很深 那我们这都讲过 不再重复 但是同学注意看 这么多 西方的宗教 同学注意看 这个除了基督教 还有什么 天主教 看清楚了 天主教 基督教 同学注意看 同学注意看 这里面 是不是排他性 基本上都存在 这所谓的排他性 就是说我这个宗教呢 对其他的宗教的什么 排他性 基本上什么 都存在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同学注意看 我们说宗教本身 宗教这个组织呢 本身是一个权力组织哦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哦 你不要以为他只处理精神 他也什么 从精神的角度来影响你我之外 他从现实生活中也进行权力斗争的 他们彼此斗之外 那当然什么 也会什么 影响到我们 所以他们彼此是具有排他性的 所以特别同学注意看 回教犹太教 然后上面的天主教 同学注意看 别的不说吧 恐怕什么 在座的同学可能都被困扰到了 怎么说 举例来讲 天主教 你的女朋友或者是你的男朋友 如果是天主教徒的话 他可能什么 还没有结婚之前 他可能就会什么 跟你讨论啦 希望你也入教嘛 对不对 那回教跟犹太教呢 那就更不用说啦 对不对 回教世界的女性 如果她敢跟非回教世界的男性 先不要说结婚啦 交往的话 恐怕什么 都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甚至有些地方 如果更严的地方的话 可能命都没啦 对不对 那犹太教 那犹太教同学注意看 犹太教什么 女性 不能嫁给什么 非犹太教 但是男性呢 可以取什么 非犹太教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著名案例啊 老师说过咯 上课不要用电子产品哦 但是有一个社交 社交的 跟我们这个有关的啊 Facebook的CEO Tooker Back Facebook的CEO是谁啊 台湾翻作什么 主客什么 主客博 是吧 还是什么的 你们都知道嘛 她不就是犹太医的吗 她的太太是谁啊 非犹太医嘛 对不对 这OK啊 没问题啊 看到没有 所以呢 同学注意看 他们的排他性 老师只举这一个小案例哦 那但是这个小案例 对于他们的影响呢 同学看到没有 受这个概念 他们这种排他概念的影响呢 在今天国与国竞争的进程中呢 这些国家都面临到什么 你 你 莫名其妙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 你就莫名其妙的 你就有敌国嘛 对不对 因为你从宗教上 你就看不顺眼什么 你就排挤别 别的 教派嘛 对不对 这是一 那你也莫名其妙的 就是什么 他本来好好的 现在变成你的敌国啦 对不对 这是一 另外呢 同学注意看 你这种长期的排他呢 或者说特别是在婚姻人口政策这方面的排他呢 显现在今天的结果就是什么 他们的人口始终无法增加 甚至什么 除了刚才讲的工业 工业化的什么 生产要素是什么 机械之后所引发的少子化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你一直要求子汉本族通婚的话呢 你的人口数一直无法增加嘛 对不对 所以造成什么 那当然你说优点是 你说老师啊 那不是很好吗 人数少好养啊 那的确啦 那但是你的国际影响力无法延伸啊 举例来讲好了 同学注意看 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 看到没有 没有什么人啊 对不对 他的人都集中在什么 欧俄 莫斯科这一带 对不对 他这么大 全世界最大的领土 同学看到没有 大概中亚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亚洲这一带 他没有什么人 对不对 即便有的人呢 也是以前在什么 抢夺领土过程中 抢夺来的什么 回教文明的人口啊 那你又排挤他 所以你始终没有办法把他什么 已经几百年了 你都没有办法把 你都不愿意把他整合进入你的俄罗斯的文明里面嘛 对不对 所以你先不要说别国了 你在自己内部 你是不是就制造问题啊 对不对都几百年了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说一个人口的什么 认同的什么改变呢 绝对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啊 没那么简单啦 都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什么 和缓的什么 融合嘛 对不对 那结果你不仅没有融合 你什么 好像从宗教的观点上 你就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他嘛 所以同学看了没有 这造成今天俄罗斯很头疼的问题啊 对不对 你 只要有机会 人家不倒向你啊 对不对 他倒向什么 中东世界 或者是倒向大陆这边啊 对不对 那你变成你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只在莫斯科附近发展 那同学想想看 对你是有利的吗 对不对 那另外以色列 同学看到也一样啊 你看周边所有的国家为敌 这个日子好过吗 对不对 即便你自己 把你自己宣传的多勇猛 所以同学注意看 其实很多以色列人 也是逃离以色列 移民别国去啊 因为长期在周边 全是敌国的 因为你说敌 那到底为了什么事情 变成敌国啊 好像也没什么政治 经济什么的 经济其实是可以共同发展的嘛 因为我们知道周边全是信仰 什么 伊斯兰文明的 老师上一堂课不是有提到过吗 你好像是伊斯兰文明的信徒 什么啊 你就得到一大堆石油啊 不是吗 有没有注意到 包括印尼马来西亚 你们注意到没有 是不是也是我们亚洲 石油产量最丰富的地方啊 所以你只要好像是 同学注意看啊 你只要是信仰伊斯兰文明的 这些什么国家 同学注意看哦 它的天然资源都很丰富啊 那你以色列夹在这个中间 以色列最辛苦啊 他什么都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他靠他的人力资源嘛 靠他的头脑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那如果说你 你们犹太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不要互相排挤的话 其实互相合作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就等于说你莫名其妙的 你们就搞了一大堆帝国出来啊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 是莫名其妙吗 有有这个必要 因为什么啊 上帝或者是耶稣 或圣母玛利啊 或者什么这一大堆的 弄的不愉快啊 我们会觉得没有必要嘛 对不对 那但是他们什么 非常认真的打了几千年啊 不是吗 对不对 你们注意看 都有排他信啊 对不对 都在还有天主教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这个情况啊 所以你把这个背景理解了以后 再看今天的欧洲 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欧洲国家 当然我们讲的这些问题呢 他们也知道 他们也因此打了上千年 都还没有全然的打出一个胜负哦 百分之百的胜负还没有出来嘛 所以是不是也很困扰了他们啊 对不对 就等于说你们欧洲什么 真正的和平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到啊 对不对 每天这样子搞来搞去 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啊 不是吗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看啊 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的 那这个西法里亚条约啊 一直到了1648年啊 我们说欧洲陆陆续续什么啊 想办法让宗教界和政治界能什么 最起码什么 拉开一段距离啊 不要什么都是宗教界说了算嘛 因为你什么都是宗教界说了算的话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宗教界老师提到过 他也是一个权力组织嘛 当一个权力组织 他的权力无限大的时候 没有监督制衡的组织 或者是人的时候呢 他接下来腐化 那就不算意外嘛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提到过 天主教又搞了一个什么 宗教宗教税还赎罪卷 来来吓唬我们大家 我们什么天生下来就是有罪的 所以要赎罪呢 要叫什么 赎罪卷 要买赎罪卷嘛 那以今天的观念来讲 就是胡乱抽税嘛 巧立名目嘛 对不对 胡乱抽税啊 就是今天的表达方式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个胡乱抽税 还更更糟糕 你还胡乱吓人 对不对 还说我们天生就有罪 所以同学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长期同学注意看啊 那你我到底有没有罪 还还其次吧 但是你长期的跟我什么 巧立名目的什么 要钱 同学注意看啊 当时的欧洲不是今天的欧洲啊 好像啊 我们都认为它是什么 最富裕先进的地方 当时的欧洲也是农业化的社会啊 对 也不是富裕的地方啊 所以一旦一直被巧立名目的什么啊 抽税的话呢 总有受不了的一天啊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啊 这个时候什么啊 1648年 我们上个礼拜就提到过啊 那后来陆陆续续什么啊 这所谓的启蒙运动 也就是说 马丁路德呢 他提出来就是说 我们人和上帝可以直接沟通啊 对不对 我们上礼拜提到过彰显了人的价值嘛 对不对 我们人不是什么都是教会说了算啊 我们可以自己思考 对不对 那就可以自己突破啊 我们思考的东西不见得是错误的啊 老师上个礼拜不是有就有提到过吗 因此欧洲陆陆续续什么啊 自然现代的自然科学陆陆续续开始出现 那当然现代的什么啊 市场经济也陆陆续开始萌芽 允许大家什么啊 开始做点小买卖 为什么老师讲小买卖呢 因为那个时候毕竟还是农业社会为主嘛 你卖一点青菜给我 我卖一点什么布匹给你嘛 对不对 所以有一点小买卖啦 那这影响欧洲后来的什么啊 或者是说为欧洲后来的工业革命创造了什么 条件啊 好 那一直到 这个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过啊 这整个什么 马丁路德在思想上启蒙了以后 接着什么西班牙 当然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些国家 陆陆续续什么啊 开始发展 然后什么啊 同学注意看 因为我有技术上的突破啊 所以什么啊 我要什么 往外发展 那为什么同学注意看 为什么不 你就在欧洲内部发展就好了啊 这就是老师讲的 欧洲什么啊 在罗马天主教皇的影响力退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呢 欧洲本身什么啊 出现这么多小的国家 那么多小的国家呢 大家都要发展啊 对不对 那大家都要发展的情况之下 老师说 陆陆续续开始出街 大家开始做一点小买卖 对不对 买卖做多了 规模稍微大一点了以后 想要卖到隔壁国家的时候 这个时候什么啊 同学注意看 牵扯到的就是什么 一样 我们今天所说的关税 或者是我们所说最初阶的什么 买过路费 你从你那边到我这边 这沿路上什么 你只要走了我的马路 付钱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为什么从古到今啊 你们注意看 中外皆然啊 特别显现在什么 有了高速公路以后 在我们台湾不是也一样吗 高速公路什么 除了过年之外 不收费之外 其他是不是都要 过某几站的时候 是不是要停下来付费啊 是不是高速公路啊 就是这种从古到今的概念啊 又说你你用这条马路 你就要付费 从古到今 中外皆然啊 因为高速公路 我们知道 近代的高速公路 就是希特勒 当时为了备战 他做的准备啊 从运输的概念快速 物流人流的快速移动啊 发展出来的什么啊 高速公路啊 那好那这高速公路 因为当时建造是需要非常多的钱啊 对不对 所以基于公平的考量 没有用这个路的人 就不用付费 你用这个路的人 你就要拿钱付费 只是说付多付少 每个国家规定不一样 那老师现在讲的这个就是什么呢 欧洲当时陆陆续续 因为啊 这个西班牙葡萄牙 他到过头来 如果说他不往海外发展 到过头来在欧洲内部的话呢 这么多小国林立的话 他会遇到非常多的什么啊 关税的什么啊 关卡 而且什么啊 同学注意看 一样面临到今天什么啊 这么多不同国家的货币啊 那我的交易成本 我举例来讲 我作为一个西班牙的农夫 我沿途卖番茄要卖到什么啊 卖到丹麦去的话 同学想看我这沿途我扛了这么一大堆番茄 我要付关税 要付过路费 然后什么 又要不同的货币兑换 我这一 我从我西班牙最便宜的番茄 到了什么啊 到了丹麦 既不便宜 番茄也不好了 快烂了嘛 对不对 所以啊 让欧洲人陆陆续续什么啊 思考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那是一般的农夫都开始思考了 那作为国家领导层级的 是不是 同学注意看 就想要把自己国家的什么啊 领土扩大呀 我领土扩大 我这些问题就可以减少啊 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扩大领土嘛 所以同学注意看 为什么德国的希特勒 他的什么啊 以我们今天学术界的表达方式来讲 好吧 他的代表作 我的奋斗 对不对 这本书最今年 好像是今年吧 今年还是去年 德国才什么啊 从禁书解禁 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因为什么 他在书里面非常强调什么啊 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太小了 我要什么 往外扩张啊 那你扩张 那你扩张 我杰克就倒霉啊 然后你往这边扩张 杰克波兰倒霉 那边扩张法国倒霉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 这个生存空间 对于欧洲来讲 因为希特勒把它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你们注意看 为什么很多西方文献里面 一谈到生存空间都加一个引号 就是指希特勒当时特别强调 那带有侵略意涵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呢 我要扩大生存空间 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务实的 因为关税什么货币啊什么的 通通什么就免了吧 对不对 所以其实是非常这个 对于当时来讲 他觉得是非常务实啊 我这个主张是非常务实啊 怎么把你们都把这些邻居都吓成那样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那好 那欧洲国家老师上个礼拜就有提到过 你这1648年的战争呢 解决了欧洲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同时 建构你们那个时候的和平秩序呢 却也什么 从此开始危害欧洲 还有危害全世界 也就是说 刚才老师讲的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德国你看 我们德国人这么优秀 对不对 那结果呢 你看我们的领土却是挤在欧洲中间这么小 动弹不得 对不对啊 那你看我们周边这些国家 还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些什么头脑不清 然后也不什么优秀的这些人 却占了什么 全世界这么大的土地面积 这绝对不公平不正义嘛 看到没有 啊 所以什么 他要往外扩张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德意志民族的这个优秀呢 被推到极致里以后呢 所以同学注意看嘛 为什么到最后大家会发觉 德国的精英分子 大学教授 哲学家 其实你们注意看 为什么那个时候 都支持希特勒啊 老师上课讲了大半天 可能你们下课了以后就忘光了嘛 对不对 那希特勒为什么这么 他可以很少欧洲 然后很少全世界 把全世界都缴获进去 就凭他一个人就行了吗 他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 他 他是学美术的 看到没有 他是学美术的 他也不是什么政治的啊 什么的 但是他这个口号喊出来 其实就什么啊 喊到了欧洲历史发展的核心 所以同学注意看 希特勒对于什么 宗教界他是不手软的 因为他也很清楚啊 你宗教界也是一个权力组织啊 你我们进行权力斗争啊 对不对 甚至有些宗教界当然 什么 也跟他搞对抗嘛 所以他出手是非常狠的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 这个情况啊 也就是说欧洲 从1648年这30年战争以来 你们注意看欧洲到今天 举例来讲 难民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嘛 我们说一个国家的 从1648年以后 一个国家形成的几大要素 第一当然要有人 第二要有领土嘛 人不能飘在那边啊 一定要有领土 让大家助生存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要能够有效运作 有主权的政府嘛 你们注意看 这三大概念 你们注意注意看 今天在欧洲内部所有的问题 还有全世界 你们注意看 所有的问题 是不是通通通什么啊 你来说说看 跟什么有关 全世界的冲突 老师刚才已经举例了 难民危机 是跟人有关嘛 对不对 那你讲一个跟领土有关的 不用想的太难啊 每天 每天这个 你们不是很喜欢上网吗 对不对 不要讲远的好了 就讲欧洲也可以 或者是全世界随你讲也都行 跟领土有关啊 跟领土有关啊 的危机 最近让大家觉得很紧张 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南海这算是海上的 那是后来的 因为早期没有什么领海的概念嘛 那和当时领土上有概念的 好你当然你这个也是对的 后来发展到海海面上的啊 那你呢 领土上的比较传统一点的 但是到今天还是什么啊 让全世界很紧张 甚至欧洲的好了 你也不要讲全世界的 欧洲你随便举个例子 最近的例子 让大家很担心 会不会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害怕 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四次世界大战来都无所谓 怎么样不知道好那你 欧洲就是最近一直在发生的危机啊 领土方面的 你也不用想太多 领土方面的危机 让什么大家很紧张 特别欧洲国家更紧张 害怕什么啊 会不会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 那你说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在怎么样 他是在中东这一块嘛 那就在欧洲内部呢 你讲的是对的了 因为他也他要抢领土啊 因为他也要建国啊 因为他也要建国啊 你说我伊斯兰国 你们都说我是恐怖分子 我觉得我是要正很正经的要建国的 所以我要领土啊 对不对 所以我看我看上了这一块 我就把这边通通抢过来嘛 你们不听我的我全杀 对不对 这的确是领土 那欧洲 那欧洲 以色列怎么会在欧洲呢 那你还有什么疑虑啊 我去旁边 就乌克兰 他直接一直打个仗 跟谁打仗 跟谁打仗 旁边 我们去的那个 什么白俄斯 再想想看 再往那边移移 对非常好 克里米亚岛嘛 那谁和谁打啊 谁和谁抢啊 俄罗斯和乌克兰啦 同学注意看 那当然引爆点就是什么 乌克兰想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已经超过俄罗斯可以容忍的什么程度了嘛 因为你北约借这个机会什么 把重兵还有什么飞弹啊什么的 通通部署到我的眼皮下面 那我也不能接受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克里米亚岛 对不对啊 那同学注意看 欧洲当时的确什么 非常紧张啊 因为害怕什么 你拿走了克里米亚岛 是不是刚开始啊 那你下一步是不是继续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为什么老师说 欧洲从西法里亚次序 1648年 欧洲把教皇推进了教会里面 然后什么 他们自己建构了主权国家之后呢 其实欧洲的动荡 没有减少 反倒一直到今天 人出了问题 这民族主义 那领土呢 大家讲啊 对不对 那我们会觉得 讲这个案例呢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你俄罗斯不是很大吗 你还不嫌多吗 对不对 你的领土 注意看啊 俄罗斯是之前苏联国家瓦解了嘛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中亚的国家独立了 刚才讲白俄罗斯也独立出来了嘛 即便这些都独立出来了 俄罗斯这个当年苏联里面最大的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呢 他依然是全世界什么 最大的一个国家呀 那我们不仅我们啊 欧洲国家都会问啊 那你还要多大嘛 对不对 你看你又把克里米亚给抓走 对不对 同学注意看 那当然对于欧洲国家来讲什么 幸好他指什么 拿了克里米亚拿走嘛 对不对 他也没有再动了 那当然对于他来讲呢 这个领土 这一个地方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啊 海军基地 海军基地 还有呢 对的啊 是对的 然后呢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经济来源 经济来源什么来 你讲的也对啊 那再具体一点嘛 石油 嗯 那个地方有没有石油 我们不敢确定啦 但是非常好 油管 可以经过那边 出海 看到没有 就等于那边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 俄罗斯这个国家呢 长期以来受困于什么 没有出海港 但是这个情况快要改变了 哦 就是什么 为什么老师说这个情况要改变呢 哎呀那还太小了 你看这么大一个国家 对非常好全球暖化 同学注意看 特别是北极 我们从小是不是 读书 书本上都告诉我们 北极是永动的 对不对 这就现在它开始暖化了 那同学想想看 北极一旦暖化 沿着北极最大的国家 是不是又是它呀 对不对 所以北极一旦暖化了以后 太平洋 大西洋 大西洋 是不是就在北极这个地方 就可以大家就可以跑来跑去啦 对不对 所以它受惠啊 那当然它也付出 它因为它领土 那么靠近它 它也必须付出一点代价就是什么 因为暖化那个水 可以把它沿岸的一些领土什么 变成水下了 对不对 那但是它领土够大啊 对不对 所以对它来讲 同学注意到 这个情况 所以克里米亚岛呢 所以欧洲 当然欧洲国家最后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为了解决 害怕战争嘛 所以也强迫什么 乌克兰 你就让步吧 克里米亚岛 它拿走就拿走吧 那你呢 就不要再啰嗦了 甚至什么 欧盟 北约 都什么 都同意啊 不让乌克兰加入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欧洲从那个时候 一直到今天 始终什么 处理的问题 就是人 领土 还有主权 同学注意看了没有 乌克兰到今天 俄罗斯不承认它什么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然后科索沃 一样啊 所以欧洲你们这些国家承认 好像也是偷偷摸摸的承认 不敢吭气啊 因为一把俄罗斯惹火了以后 什么 它又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欧洲这个 这个特别是西欧这个地方 东欧其实也一样啦 大部分什么 都是中小型国家嘛 对不对 即便德国统一 东德西德两个加起来 同学看到没有 摆在全世界来看 它也只是一个什么 顶多只是一个中型国家嘛 那欧洲那比德国更小的国家 不是一大堆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欧洲始终什么 受制于这三大问题的困扰 那全世界同学注意看啊 今天全世界有纠纷的地方 刚才这位同学讲的非常好 伊斯兰国 他一样啊 他现在也是到处什么 号召什么 信徒啊 今天讲信徒明天就是我的国民啊 所以我人也有了 领土我现在就是在中东这一块 我就什么我就我就划一圈 我就圈地啊 已经在这里面的人 你听我的那还好 不听我的对不起 我也不把你赶走 我就地把你什么解决了 也省事嘛 对不对啊 然后接下来的主权 对不对 但是对于他来讲 我只要打出领土 还有什么啊 掌控什么 人 那接下来什么 而且我也掌控油田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问题对他来讲 就比较好处理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注意看全世界什么啊 随着欧洲的工业革命 因为大家想欧洲好像什么都好嘛 因为他的确什么啊 因为工业革命使得欧洲的影响力 甚至这些老牌的工业化国家的影响力 还有财富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那的确令大家什么啊 想要学习啊 对不对 那当然很不幸 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那美国也一样 就是说走到今天 当年那些什么 让他能够突破工业革命 他的制度 文化 工业 各个方面 甚至法律 各个方面什么 从以前大家学习模仿的对象 到走到今天 他们所建构的各个层面的东西呢 开始疲惫 开始什么 好像开始松动 或者是什么 自己出了问题 现阶段 有一些 老师只敢说有一些 不敢说全部啊 有一些 也还找不到修复的办法 举例来讲 刚才大家所提到的 社会福利 大家都不愿意退让 对不对 然后现在大家也都不愿意 再多缴税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注意看 那好 又不愿意退让 又不愿意缴税 好 那让外来的移民来补这一块 那大家也不愿意 那你们到底要怎样啊 所以就变成说 既有的让你们欧洲原来变成什么 全世界羡慕富裕先进 你们的制度 你们的价值 你们的科技 种种种的什么 让大家羡慕的东西呢 今天都什么 显现出来 要么 真的有一点疲惫了 要么 好像运转的不顺畅了 但是有一些 可以修复 有一些什么 创新了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欧洲在提什么 工业4.0 意味着什么 我要冲下一波的什么 工业革命的突破 对不对 那的确在科技方面 他们找到了什么 修复突破的东西 那但是 在一些人文的典章制度方面呢 目前为止 所呈现的疲惫 或者是退步 有一些 还没有找到修复的办法 进而造成什么 内部更大的焦虑 所以我们注意看 欧洲为什么 左派右派的民粹 其实什么 互相什么 对立 大家都不退让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好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呢 好那先休息一下好了 好 好 好